哥们儿 你刮多少钱一斤呢 两块钱一斤 买菜的时候讨价还价 想吃什么自己挑 能买又能卖的狗多厉害 这条狗叫多多 想买什么就会带着自己的菜篮子去街上逛 看中哪个就拿爪子拍一下 表示自己要付钱了 作为这条街的老顾客 多多已经把这条街都给串熟悉了 还跟人混了个脸熟 哪个摊卖的是哪个 哪个摊的好吃他都知道 看他溜达的样子 是不是看起来跟人一样 买橘子的时候也会专门挑各大的 这个还有这个都给我包起来 当然买完水果也要鱼路均沾 不能放过青菜去 这个时候也是多多值拿 卖价给拿 还有个共同点是 多多会想办法跟摊主多要几个 你们看 否则我也来了很多回了 又不是第一次 便宜点了 不便宜也没关系 我看这个不太好了 先调走了 除了很懂市场规则 多多还很有礼貌 大多数时候要去买东西 会跟主人要钱 然后走到摊位前 就这样一来二去 久而久之 附近的摊主都对他熟悉了 对老顾客的意思也能理解上几分 所以就有了开头的 只拿力给拿力 而且不买的绝对不碰 没带钱的时候也能先收账 把菜拿回家 然后多多拿了钱再回去 还钱的速度刚刚快 有时候摊主还会主动招呼多多 当然事情多了 为难的事情也有过 那就是在买西瓜的时候 买的时候没带篮子怎么办 只能让西瓜先滚一会儿了 但毫不夸张地说 他逛的次数比我还要多 见到人的时候尾巴始终向上摇着 是很有礼貌的一只猫孩子呢 除了当买主也当小摊主 那个时候静职静责 故意在菜的旁边 青菜和蒜 能卖的都卖 见有人来的话还会聪明地推销 又聪明又有礼貌 不愧是你多多 小狗被主人抛弃 每天守在家门口 等了足足三个月的时间 眼前这只小白自从主人离开后 已经守在这里很长时间了 他每天都在附近寻找主人的痕迹 找不到的话就继续回来 等着主人开门 但难过的是 每次小狗出现在这个地方 门都没有打开过 他只能继续在各处流浪等待 为了能早日见到主人 小白找了一户经常出没在这栋楼的人类 他大概和主人是邻居 找不到主人 他就跟在邻居身后 想让邻居把自己带到主人身边 人类不都是这样的吗 敲一下门就可以进去了 邻居也很心疼狗子的经历 但他也没有办法 因为这户人家 看起来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 狗子着急地在屋门外面转来转去 炎热的天气 邻居已经戴上了风扇 小白依旧每天重复类似的事情 他的情绪每况日下 连带着身体也不太好 大家给的食物也不想吃 相比于食物 他更愿意用这些换跟主人早日见面 小狗的这副模样 让大家更加心疼 寻找小狗主人的进程 也更加迅速 不管是不是被抛弃 都要给狗子一个结果 大家都在积极寻找 虽然过程艰难 但好歹人多力量大 很快就有了一点线索 原来他的主人是因为身体突发不适 被送去了医院 还得了失忆症 忘记了很多东西 这位年迈的主人对周围充满了迷茫 不知道还会不会记得小白 在担心之下把小白的照片给了主人看 令所有人吃惊的是 主人不仅认出来了 更是清楚地说出小白的名字 眼中还泛着泪光 他也难过 让小白等了这么长时间 此时此刻 小白跟主人终于相见 三个月的等待 小狗没有埋怨主人为什么丢下了自己 而是每天在门前静静等待 小狗也不是被抛弃了 最后狗子和主人相拥在一起 他们相互等待了对方三个月 无论再发生什么 至少此时此刻 你记得我 小妹妹送我的郎啊 由狗狗小队组成的乐队成员 你有没有听过 别说 听了刚才的演出 卡点还挺准 狗狗们整齐划衣地穿着演出服 手中拿着乐器 表情严肃认真 一只指挥 几只打鼓 其中还混入了一只猫 他的表情显得很迷茫 这个时候 我应该高声喵喵一首 伴个奏吗 听着声音 你说他们是专业的我都信 虽然由狗组成进行打鼓奏乐的乐队很少见 但这个乐队已经不是第一次演奏了 他们的演出经验非常丰富 经常在主人唱歌的时候进行伴奏 一看就是专业团队 而随着男主人的歌声结束 下一秒 狗狗们就会整齐划衣地拍 两位狗哥打鼓打得起劲 个个在吊上 个个有音乐细胞 如果上音乐课 他们排名肯定比我靠前 虽然猫咪不会打鼓 但很多时候猫都是在场的 而且可以坐上C日 可能因为拍的时间长了 猫咪也学会了打节奏 看他的尾巴一动一动地在打拍子 只不过没有鼓那么明显 猫表示 自己可没有吃白饭 难道这就是熏陶吗 而且他们不是只会一手 而是很多手 并且团体狗数不固定 有时候是三狗团 有时候四狗团 还有全体到齐的 不得不说 这么多手里面 最炫民族风是真的最上头 这年头比不上小孩就算了 怎么在音乐方面 连狗子都比不上了呀 不过这些肯定都是努力的结果 不再演出的日子 就是在排练 看这里 两只坐在钢琴架上 一只已经起了范儿 另一只盯着摄像头 可能在默默被乐谱 要是别人也想弄一个这样的乐队 首先得养五只狗子 然后教导一下各种乐器的用法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